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已经越过巴士海峡直扑福建 福建省防汛抗汉指挥部7月27日90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一级 这是防台风应急响应的最高等级 为了确保游客和市民安全 福州部分景区和公园已经实施临时避原管理 在其珊瑚公园记者看到 公园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今日避原四个大字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对高大的树木进行加固 公园内部分娱乐设施也用方部包起 观光脚踏车整齐排列并用绳索固定 在京商公园路口处拉起了警戒线 公园内广播循环播放着避原的公告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 27日中午12时杜苏瑞中心已经进入台湾海峡的南部海域 距离厦门约415公里 目前中心风力维持在15级 我们预估这个台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行进 行进的速度大概是10到15公里 但有可能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它进入到开阔海面之后 强度也会进一波的增强 有可能会重回超强台风这样一个级别 我们预计最大可能它在明天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登陆近江到东山一带沿海 而且登陆的时候强度保持一个强台风 或者是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风力会达到14到16级 受台风影响 福建海陆空交通全面受阻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称 在27日至28日停运福建沿海多条客运营业线部分旅客列车 并自27日20时至28日23时停运全部线路旅客列车 此外福州长热国际机场已取消27日进出福州地区的50余个航班 福建沿海183艘客渡船全部停航 夏津航线 全津航线 黄马航线 两马航线等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考虑台风正面登陆强势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极端影响 福建镇全力以赴防范飓风 狂浪 大潮 暴雨等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 台风中心进入到台湾海峡 进一步的靠近我们省的时候 由于它的实际风圈半季我们预估大概有150公里 因此在台风中心登陆前几个小时 可能它的暴风圈就会触及我们省的沿海海岸线 因此在今天夜间的时候 入夜之后 漳州 厦门 包括泉州 南部这些县市的风力 有可能就会迅猛地增强 而且这个强风的影响会持续到台风登陆一些地方 强风吹拂的时间有可能会超过8个小时 另外对暴雨引发的城市泪涝和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 也要有高度的警惕 早一点做准备又少于风危害